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 首先先找三位弟兄姐妹跟他说 耶稣爱你 耶稣要祝福你 耶稣爱你 耶稣要祝福你 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敬拜 在这美丽的时刻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 神的爱 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满着敌 当神写进入他的门 当神没进入他的连 音鼓跳舞 音鼓跳舞 扬声欢呼 再有奇迹 都要赞美他 赞美总是出向起 让音鼓在宫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让人的总是出向起 让音鼓在宫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 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满着你 当神写进入他的门 当神写进入他的连 音鼓跳舞 音声欢呼 但有奇迹 都要赞美他 让人从事出向起 让音鼓在宫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让人的总是出向起 让音鼓在宫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让人的总是出向起 让音鼓在宫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叹 起来荣耀 起来荣耀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起来荣耀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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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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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我主 你是大君王 你是大君王 胜过黑暗死亡 起敬失灵游消 带来喜悦平安 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 荣耀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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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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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我主耶稣 一起宣告 你是全能神 裁宣灿 你配我 busy 荣耀 炒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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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我主耶稣 你公园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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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荣耀 荣耀荣耀 荣耀主耶稣 让我们荣耀荣耀 荣耀荣耀主 Hallelujah 我们用最好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的神 Hallelujah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祢 以用包血重价买赎我们 让我们自由地来敬拜祢 让我坦然无惧 来到识人作前 用心灵诚实寻求祢 亲爱的天父 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 你的存在在我神迷 让我坦然无惧 让我坦然无惧 来到识人作前 用心灵诚实寻求祢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 你的存在在我神迷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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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 你华语如干铃 每时刻 每时刻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华语如干铃 你华语如干铃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你华语如干铃 我的祷告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 记住 爱你的心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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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 你华语如干铃 你华语如干铃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需要你 你华语如干铃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神明淡淡 为荣耀给你 耶稣 这是我的祷告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 记住 爱你的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神明淡淡 我神明淡淡 为荣耀给你 耶稣 耶稣 这是我的祷告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 记住 爱你的心 每一天 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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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时代呼求 侧耳来吹听 全被毁改摄影 愿旧树和遗址 领导这地 我们等候主 我们等候主 不诸心求你免 周月的祷告 为这时代呼求 侧耳来吹听 全被毁改摄影 愿旧树和遗址 领导这地 我渴望 我渴望看见 你的荣耀彰显 像云彩未老 充满在这地 神灵如风的垂直 每刻都看了心灵 我们灵魂在这地 树林兄姐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渴望看见 你的荣耀彰显 祷告的声音 如谁不停息 父亲会传向儿女 儿女会传向父亲 每个时代 和遗址的灵魂 我们灵魂在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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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口感 不停的寻求 天上的灵魂为我们打开 我们灵魂在这地 天上帝们为我们打开 我们灵魂在灵魂 无求无信领导这世代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开口 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哈利亚师的祖愿书 不停地寻扯 向我的来到我们的当中 主啊我们里头有什么 解情私欲求你说去 让我们信单单的来依靠你 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 严谨世代 主啊让他们的心 来回转父亲 父亲的心来回转向我们 让我们跟年轻的世代 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寻求主的面 我们感谢你 主也来为我们这个地区来祷告 主啊用我们的教会来成为这里的圣台 主啊让人心回转来归向你 让人心回转来认识主 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是生命的一切答案 我们不停地寻扬 我们不停地寻扬 不停地寻扬 不停地寻扬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不停地寻扬 不停地呼喊 不就不停領導這時代 我們在叩門 我們在叩門 主啊 叩你的心們 主啊 願我們每一個祷告 都在祢的心中 都在祢的心中 都是祢的旨意 我們感謝祢 我們在叩門 我們在呼喊 不就不停領導這時代 我渴望 我渴望看見 祢的榮耀彰顯 像雲彩圍繞 充滿在這裡 勝利如風的垂直 每個孤單的心靈 我們靈魂 再次地熟悉 我渴望看見 祢的榮耀彰顯 祷告一聲音 祷告一聲音 如是不停心 我渴望看見 父親會轉向耳役 兒女會轉向父親 每個時代 每個時代 何以敬拜祢 每個時代 每個時代 何以敬拜祢 敬拜溫柔 我們請來到神面前 因為聖靈在這裡 在這裡做工 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主啊 謝謝你 是你吸引我們 是你吸引我們 主 願這樣的吸引 帶我們進入更深 更深 父神我們感謝讚美你 讓我們 在你大人的同在中 一起來經歷 主耶穌 你的榮耀 你的同在 你的豐滿 在我們的呼吸裡面 主我們感謝你 謝謝主 感謝祷告靠耶穌基督生命 Amen 感謝神 祷告為先呢 是這一個月的 講到系列主題 那以撰寫 林修 俗籍文明的 塞爾溫修師牧師 講了一句 很真實的話 他說 詞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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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主 那這個 這月我們教會的 主題是 祷告為先 在 治療階段 然後 我女兒 包括我朋友 都出現 都發生了小小 車禍 那 還有 還有 另外 弟兄姊妹生活的難處 我們真的是 需要 祷告 我們除了祷告 我們真的不能做什麼 感謝主 我們基督徒生命的得勝 不在於金錢 不在於權勢 不在於社會地位 而在於我們是否透過 祷告來依靠神 在教會在這2013年的 新的開始 感謝神 我們盼望 教會藉著這個 祷告的主題 來幫助我們 建立祷告的生活 也經歷祷告帶來的 對我們生命的幫助 那 約翰威斯里他 有一個故事 有一次他聽到一個人自誇說 他自己的禱告是多麼的虔誠 威斯里對他說 請你現在做五分鐘的禱告 在這五分鐘當中 你若片刻沒有離開 你所禱告的神 那麼我就把這匹馬送給你 那個人就很 敬虔樣子的舉目望天禱告 過了兩分鐘 他突然轉頭問 魏斯里 那你送的馬包括馬鞍嗎 那 我們基督徒需要專注的禱告 並能專注的隨時隨地的禱告 首先 要能從幫助我們更好禱告的禱告場所開始 所以我今天的講題是 禱告的場所 我們 我有操練 定點 定時的禱告 我們才有辦法隨時隨地的禱告 那 第一點我講 固定的禱告場所 我們知道把禱告生活 發揮到極致的只有一位 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 在路加福音這裡記載 耶穌有固定的地方禱告 那 我們 是不是應該來效法耶穌 效法耶穌 就 他親自成為我們的 效法榜樣 在經文當中 馬可福音這麼說 他說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 耶穌起來 到曠野地方去 在那裡禱告 那還有馬太也記載 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裡 今天我們了解 耶穌常常退到一個地方 一個安靜的地方禱告 今天我們的焦點就放在主 選擇的禱告的地點上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是主禱告的地方 無論是在山上 在約當河邊 或在會堂裡 在海邊 在礦野 在荒郊 就是沒有人焉的地方 那都可以看到 老師 不是老師 耶穌的蹤跡在那裡 耶穌 但是耶穌最長的地方呢 就是在曠野 因為曠野是排除了人的雜音 可以很安靜 而且很專注的 在那裡附身獨處 那聖經當中曠野也代表我們 信徒靈命操練的所在 我們從舊約到新約 很多記載 無論是雅各 是摩西 大衛 以利亞 很多這些 神所用的仆人 都有記載 他們在曠野 與神獨處的經歷 那耶穌在人生三年的 繁重的服飾當中 他得力的秘訣 就在於 他的祷告 祷告生活 那經文我們可以看到 耶穌在清晨 也在晚上 他分別時間出來與神 親近 儘管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他道成肉身 他擁有至高的屬天 全柄 他仍然透過身體力行 親近神 那我們 如果耶穌 不能一直的工作 沒有安靜的時間 那何況是我們 那我們 豈不應該要更有 跟父神 單獨相處的 這樣的一個 親近的時間嗎 那我們 首先來讓我們 選個 安靜的地方 就是 或是角落 都可以 那正如耶穌一樣 我們 在 自己選擇這個 祷告的地方 馬太福音呢 主耶穌也教導我們 他說 我們一起來 這很重要 也是今天的那個 很重要的主題 你祷告的時候 要進入內世 並 像那在隱密中的父祷告 你父在隱密中查看 必將賞賜你 這是和和修定本 跟我們平常念的 有一點不一樣 那 在 經文禱告的時候 要進入內世 內世的 希臘文原文 它有儲藏室啊 倉庫啦 或者是 內屋啦 密室的意思 從這些解釋看 我們就知道 它是不限場地的 只要是有一個 不受打擾的空間 就可以 它可以說是我們的 靈命塑造式 就 這個固定的地方很重要 若是我們成為基督徒不久 還沒有養成 禱告的習慣 或是想說 我信主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 我對我的屬靈生活不滿意 那我渴望改變 那就從建立一個自己 屬於自己的禱告場所開始 這一個固定的地方 它可以讓習慣忙碌的我們 約束我們自己 無論是在我們的心思 或者是我們的行動上 這禱告的地方 也會給我們一個屬靈的聯想 有時候我們缺乏禱的意願 或是我們生活上 就有點疏懶的時候 那這個環境 會幫助我們 有個聯想 會催促我們 進到神的面前 那馬丁路德他自己 其實我們看 人就是人 神拣選的人 是一個有願意的心 一個順服的 馬丁路德其實 他是一個修士 但是他這麼的被神用 帶起了新教 那我們現在 我們所信的 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不用借著誰來為我們 就是來 我們必須要什麼儀式 我們才可以親近神 都不用 我們可以這樣的陰性就成意了 那我們感謝馬丁路德 他這樣的一個改教 那他自己呢 曾經也是有這樣子 他怎麼說 每當我因著其他事物和思慮 感到自己在禱告上 變得冷淡和失去喜樂時 我就拿起詩篇 趕快進到自己的房間 閱讀詩篇和禱告 這個禱告的地方 會吸引我們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 自己也有這樣的經歷 那我們每一個人 家裡使用的空間不同 禱告的地方可以在書房 廚房 客廳 臥室 洗衣間 衣櫥 其實不用大 只要有個椅子 或是桌子 桌子不一定要 有當然很好 我禱告店 禱告店呢 就是這麼一塊 不是很大 我在議員店 就是做Garden的時候 那種塑膠墊子 很便宜 那在桌子上 我們可以有聖經 甚至你要詩個本 或者是放音樂的東西 或紙筆 我們只是要在一個可以固定 不被干擾的角落 幾年前 談到禱告的大人的時候 這部電影 我相信大家很熟 就是戰爭房間 他就是整理一個小衣櫥 來做禱告室 那祷告的地方 不是用空間的大小 來衡量 即使最小的角落 我們的心 都能得到 在那邊得到自由 即使真正的 祷告室 是在我們 終究是在我們的心 因為在這裡 才有上帝的領導 那我們 那祷告的時候 為什麼要紙筆 我想特別提一下 因為即使我們進去 在祷告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 我的孩子要放學 要準備點心啊 火有沒有關啊 或者是為什麼文件要處理啊 那筆寫下來 幫助我們可以安靜心 那另外一方面 可以把祷告事項 寫下來 免得我們 就是忽略了 然後呢 把神成就的 應許的 記下來 免得我們忘記 那其實 神給我們很多 現在科技很多方式 那其實都是為的 我們都適當的使用 其實是祝福我們的 基督徒的生活的 那我自己的禱告地點 揭露一下 就是在我的 我的床邊 其實就是我的 那個書桌椅 那就是 其實這是我自己 是覺得最 我最安靜 也最不被打擾的地方 那我的地上 我就有個禱告店 那有時候就靠著床邊 就是有時候想安靜 我甚至不禱告 就坐在神面前 那時候靠著床 很舒服啊 然後呢 我另外一頭 我也放個瑜伽墊 一方面是早上做運動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有時候想跪著 想趴著在那邊禱告 想坐著 都很舒服 那其實 真的就是只要 自己覺得 你生活當中 其實都可以製造自己一個角落 然後 在一樓客廳 其實我以前在BSF服侍 常常 就跟姐妹要電話 禱告的時候 我就 那是我 一樓最 我一個禱告的地方 就是把沙發墊放到地上 跪著 然後手就在沙發上面 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好像 真的就是一個聯想 我每次要禱告 我就會去 然後就是 不管是 我覺得就是 我們只是 其實神不在乎我們 怎麼樣行事 但是是我們自己跟神 我們自己有這個習慣 或者是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場所 然後來幫助我們 感謝神 好 下面呢 禱告我們要進入內室 關上門 關上門 我們在這裡與神獨處 我們感謝神 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第一件事 他就是要到隱密處 到內室去禱告 天上的神 神祂與我們同在 在這樣臨境當中 我們就是 聽不到各種聲音 獨處呢 就是將我們 個人生命中的空間 給予神 然後 讓聖靈有機會 在我們裡面工作 聖靈會做 感動 捷徑 更新 充滿 還有啟事的工作 我們在這裡呢 在這個空間裡 耶穌的同在 耶穌的同在 其實 在經文中 向那 在隱密中的父祷告 主耶穌用的這幾個字 教導我們 天父在那裡 在我們的密室等候我們 我們在那裡 可以找到我們的父 記得父在等候我們 其實這短短幾句話 其實 或許我們對著自己的 世人禱告 生活很挫折 我也曾經有過這樣 但是 好像也沒什麼 要禱告的 大概 我的生活太疏懶了 有時候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甚至到了 沒有信心 還有喜樂的光景 我們真心感到軟弱的時候 我不記得誰說過 但是呢 他說當我們不想禱告的時候 我們更要禱告 耶穌教導我們 我們禱告就是像孩子一樣 單純的來到父神面前 我們就是坦率的 誠實的 還有我們信任的心 我們無論是快樂 是悲傷 是嚴肅或輕鬆 父神都樂意垂聽我們 然後也回應我們 經文 你附在隱密中查看 必將賞賜你 主耶穌讓我們知道 我們在祂面前 暗中的禱告 絕不會突然 我們在隱密處的禱告 祂必要在民處報答我們 魏斯里 他 又說過一句話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對於祈禱的應援 除此以外 別無他為 很直接的講 就是說 上帝什麼也不做 除了回應祷告 那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的禱告 神回應 所以我們知道神會應允禱 那我們更應該來到祂面前 祂應允禱 是因為禱告的人 禱告的我們是祂的兒女 沒有別的 就是我們是祂的兒女 祂是愛我們的父 一個孩子呢 天天吃飯呢 使他身體長得健壯 當我們日日來到耶穌面前 祂會供應我們 每日夠用的恩典 也賜給我們行事的力量 使我們少依靠自己 來多依靠祂 相信天父在民處 會報答你暗處的禱告 假如神 報答我們 你絕對不會不蒙福的 所以我們是蒙福的孩子 謝謝神 我們屬於生命的成長 是有一個過程的 我們每個人的信主的時間都不一樣 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神都會耐心的來引導我們 使我們的凌晨走路更深 我們就從一個建立一個固定的一個禱告的地方開始 當一個偶爾慢跑的人 不可能去參賽那個馬拉松的 都是要經過時間慢慢訓練 然後呢認真學習 就像一個彈琴的孩子 一開始呢 他也坐不住 就一首歌兩次 到慢慢練習到五次 慢慢增加 日積月累 甚至到了陌生環境 他就可以坐在公用場所 他可以坐在那邊彈 很自然的 甚至到沒有鋼琴的時候 他手中彈 他心中可以彈出他心中的旋律 我們禱告的超年是這樣 當中呢 我們有固定的時間地點 每天五分十分 當我們學習到我們這個喜歡禱告的時候呢 我們會盼望有更多時間來禱告 當我們離開有形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把耶穌帶入我們生活的日常的行程當中 那這時候隨時隨地的禱告就形成了 那隨時隨處的禱告 在經文裡面是 哥林多前書保羅這麼說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 這聖靈是從神來的 住在你們裡頭的 我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 有聖靈的內住 所以我們隨時隨處 我們可以跟神交通 在以弗所書六章十八節經文 我們一起來看合合本這一集 我們一起練琴 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那我們看這個黃體字 這三個顏色的對比我們看到 在新一本它說 隨時在聖靈裡祈禱 在現代中文一本裡面 它說 常常隨從聖靈的帶領祷告 那從聖經文的比對 我們就看到 祷告 無限場所 可以隨時 常常我們只要隨時的 常常的隨從聖靈 無論在街上在商場購物 在煮飯在辦公 或是在坐車開車 或者是公園遛狗 就是anywhere 都是可以我們就是 聖靈在我們裡面成為殿 都是我們隨時隨地可以禱告 有人說過 一個信的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禱告 我們隨時隨地的禱告 不在言語的多少 可以是非常簡短的一句話 只要我們自己把我們的生命 帶到神面前就可以了 我們也記得彼得最短的禱告就是 主啊救我 當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時候 掉下去 就是一個禱告 隨時隨處禱告 超念與神同在 這個模範我們不提 不得不提勞倫師弟兄 他是17世紀法國修道院的一位廚師 沒受過什麼教育 但是他的經歷為後世的教會 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 我很推薦他的 這本與神同在的書 真的是非常 就非常棒的一本書 從17世紀到現在 那很多人 影響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的操練不限於個人臨修 而是在於每時每刻 甚至在工作最忙的時候 他說工作的時間和禱告的時間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不同 在廚房裡 忍著喧囂聲和刀叉的撞擊聲 幾個人同時喊著要不同的東西時 我十分平靜地經歷 經歷著神的同在 就跟我貴著領受聖餐一樣 他的地位雖然卑微 但是很受人尊崇 他所做的 我們每個人也都可以做 在我們平常的生活當中 可以在內心不斷地 一方面操練專注於當下的情況 同時我們內心是向神祷告 就像保羅所教導我們不住的祷告 兩個禮拜前我去拜訪 可貴人拜訪一個朋友 他先生就這幾個月剛退休過來 不能適應他 他的精神狀態很差 那一邊在跟他們夫妻講話的時候 其實我一邊心裡就說 神啊給我話 幫助我怎麼來鼓勵他 那就是心裡這樣對神的說就是 我們就是隨時隨地的禱告 雖然跟人在談話交通 我們裡面 我們可以跟神談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內室 一個隱秘處是神住的 那我們再來 基督徒禱告不禱告的差別呢 我們接下來要講 禱告的果效跟不禱告的簡介 在薩摩爾記憶書十一章 他記錄了大衛的這個事件 那大衛他一生呢 經歷了無數的艱難 在詩篇一百五十篇裡面呢 那個有提名大衛所做的有七十三篇 那無論是在躲避扫羅王的追殺 還是他兒子亞撒龍的叛變 那些過程 藍真北討的過程 他都有集美集美的 記錄了這些詩篇當中 記錄了他清晨夜晚的時間 在曠野在山洞在帳墓 就是在何處他都以禱告讚美 就是默想神的話 然後跟神建立的那不可震動的那個 勞不可破的屬靈關係 但是呢當他屬於禱告時呢 他就遭遇了生命重大的危機 在有一天呢 我們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天大衛睡得太晚 睡到黃昏 那是前一天處理就是 黃公行政事務太忙了 太晚睡了 還是說他五歲睡太久 我們不知道 那他起來呢 就到黃公的房頂上 他不是在房頂上 第一間不是做禱告 他是在那邊閒散 然後 其實那個 他的房公是在 齊安山的山頂 所以他可以看到周圍 周圍房屋的內室 所以呢他 內院不是內室 這時候他在平台上看到一位女性洗澡 這位女性呢是巴士巴 也就是他大衛三十勇士之一 烏利亞的妻子 他看到一位女性在洗澡 妻子看不是醉 但是呢 他可以馬上走開就好了 這時他靈性軟弱 所以呢他就 接下來就派人 去把這個女孩子找過來 佔有他 在他懷孕之後 他用計謀把他的先生判到 戰爭的最前線 讓他死於牆下 在亂見當中 所以呢 最後 大衛犯下 從一個疏語與神連結 只是一個眼目的情欲 就讓他的那個後面 使他的家刀劍不斷 就是他家真的是分爭很多 這個在 這個是在沙漠之下 我們可以 不展開 其實 沙但無時無刻不死在尋找吞吃的人 沒有 我們 我們不能低估沙但 他 試探我們的能力 我們也不要高估自己有勝過試探的能力 祷告 祷告呢 使我們警醒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彼得 祷告與不祷告 對他的生命來講 也是很精彩的故事 彼得跟耶穌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靈性很剛強 當耶穌 當耶穌和門徒一起吃雨月節的晚餐 耶穌對門徒說 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 彼得卻說 眾人雖然為你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 耶穌又對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夜計較於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 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時 我也不能不認 我總不能不認你 那這個 雖然是這樣 彼得這樣的信心 其實是少 一般人少有的 怎麼樣的 就是 就是比一般門徒 都還要 靈性還要健壯的感覺 那 但是呢 當彼得 他懈戴禱告的時候 他所表現的 就不是他 心中所認為 他的自己 一個 帶有大信心 堅定跟隨門徒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門徒了 那大家吃完晚餐 耶穌呢 知道他受難時間到了 就帶著 彼得和雅各約翰 三位門徒 上他們常常祷告聚會的 科西馬林的地方去 祷告 那在祷告當中 實在是太累了 那天晚上 那三個門徒都睡著了 那耶穌呢 就是 希望他們一起來 跟著他一起 來 support耶穌 但是呢 他們仍就睡覺 那耶穌說 你們心靈雖然願意 肉體卻軟弱了 那這樣的三次呢 門徒們顯然無法分擔 耶穌的憂慮 因為他們頂不住 他們眼睛的困倦 又睡著了 這樣沒有警醒的結果 如果突然 來賣族的猶大 帶領了這些 冰釘啊 差役啊 這些來抓耶穌的時候 你的很天然人的力量 就是用刀子來砍了 馬上砍了那個大祭司 那個仆人的耳朵 然後呢 結果 結果 他又 然後 耶穌被抓的時候 他又趕快逃走了 所有的門徒 包括彼得 就都逃走了 那 當 那天晚上 當 耶穌被帶到 大祭司的院子受審的時候 彼得那時候呢 因著 因著實在是太慌亂了 他也沒有進行禱告 所以他是因著害怕壓力 就表現出來的 就不是 他之前所說的就是 我必須 與你同時 也總不能不認你這樣的狀況了 結果他三次不認主 不管是大衛和彼得的經歷 我們反省 我最近的靈命怎麼樣 是軟弱還是剛強 這與我最近的禱告生活有關係嗎 在 現代分秒必真 生活很忙碌緊湊的我們 一般人呢 把禱告看為是某種的浪費 或者是奢侈 我們人若從消費的角度去看 去衡量這個時間和成果 我們就會很容易的把生活中 把禱告給放棄了 那主耶穌警戒我們 凡要得著生命的 將要施上生命 為我施上生命的 將要得著生命 我們從歷史 歷史歷代基督徒的見證給我們說明 祷告的價值 遠勝過他所花的時間 沒有人比馬丁路德更忙了 他說 我有太多事要辦了 因此不得不每天花三個小時 祷告 否則無以為繼 在他的著作當中 他也這麼說 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讓祷告成為每天早晨 要做的第一件事 和晚上最後做的事 另外 其實我自己也有多次失敗的經驗 就是 我們要小心這種騙人的念頭 就是覺得現在開始 就是什麼事情 然後忙了 我等一下再來禱告 我等一下再來讀經 其實我們會一直被這個雜物 一直纏繞下去 終究 那天晚上要睡的時候就很後悔 說 我今天還沒禱告讀經 就是 會有這樣子的 真的是 這是我自己犯的 就是多次犯過的錯 那我們的信仰是 是 是 一場馬拉松的比賽 我們得勝的秘訣在於 我們下定決心 兼顧我們的信仰 只有這樣 無論遭遇人生任何的風浪 都不會動搖我們 第四點 我們起來 來 禱告吧 教會成立這二十年 二十年來 有一些事工轉換的方向發展 有一些事工是階段性的開展 但是唯有禱告會 從以前到現在 不曾改變過 那 我們從目者同工弟兄姐妹 我們都知道 沒有禱告 教會就跟一般的社團 沒有兩洋了 沒有禱告 我們愛主的心就冷淡 沒有禱告 我們所關心的人不會得救 沒有禱告 惡者就容易吞吃我們的兒女 沒有禱告 我們的教會就會世俗化 我們需要為我們的社區 為我們的城市 為我們的國家 為世界的平安來代道 為這世界來守望 這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我們不能低估祷告的大能 不能把祷告當作 危機發生時的緊急降落山 祷告不是面臨問題最後的選擇 而是第一道防線 多祷告多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不祷告就沒有能力 我們既然接受了主耶穌 就當尊祂而行 效法耶穌成為一個祷告的人 除了世人的祷告之外 我們群體的祷告的力量是大的 第一世紀初期教會 他們領受聖靈的充滿 檢選教會領受 裁派宣教士 無一不是在群體的禱告當中領受 而來做出的 那當教會受到逼迫 或門徒被抓出監牢 無一不是藉著禱告成就 我們教會每樣事空的開展 小組長 小組的建立拓展 常常都是在禱告中聖靈的引領 然後分派的 那感謝主 我們在群體禱告中 禱告帶來的亮光 精力和祝福 是與我們詩人禱告是不同的 也是我們詩人禱告無法提供的 那鼓勵大家參加週三的禱告會 也鼓勵在 也是中心的加入小組 參加小組 在一起在這當中 彼此激勵分享成長 我們不是小組當中 其實不是說我們要解禁多好 我們是生命 是生命來影響彼此的生命 那我們不知誰說過 如果我們太忙而不能禱告 那我們便忙得超過上帝 所為我們預定的程度了 那最後呢我們彼此勉勵 那我用泰哥爾的一個預言故事 來我們彼此來做勉勵 那她說 她用第一人稱來說 我正在路上挨家挨戶祈禱 的時候 一輛金色的馬車從遠方出現 我不知那會不會是萬王之王 這時馬車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下來 王的眼光停留在我身上 忽然間他伸出他的手對我說 你有什麼要給我的 我認住了 王竟像一個乞丐 要東西 我心裡慌亂之語 我就慢慢地從我的袋子裡 取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粒給他 當那天夜幕低脆的時候 我把袋子裡的東西 通通倒在地上 出乎意料地 我在那堆粗略的東西裡 找到一粒小小的金子 於是我痛哭起來 心想我要是有勇氣 把所有的都給他 那該多好 我們問自己 如果我們給上帝片刻 他會把它變成金子 如果我們給他的是 二十分 三十分 一小時 又會怎麼樣呢 禱告是使命 是責任 禱告使我們經歷神經 上帝要尋找那 忠心 專心尋求他的人 新的一年開始 就讓我們從建立 自己的禱告密室開始 從現在起 若是我們操練禱告一年後 應該可以預見 禱告有更大的權柄 更多的果效 我們會聽到更多 生命得勝的榮耀見證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一起來祷告 父神 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 我們談祷告 我們還是 祷告 主耶穌 我有祷告 我們才能親近你 我有祷告 我們才能看到神 你愛我們有多深 我們才能明白神 你的旨意有多少 主 我有在禱告當中 我們才能領受 那不是這世界可以給我們的 那超自然的工作 在我們的裡面運行 主 我有禱告 我們才可以放心的 把我們自己安然的交托給你 我們看到神 你是負責我們生命所有的主 我要祷告 我們心可以安息 主 謝謝你 禱告的操練 從禱告的場所開始 主 謝謝你 吃給我們 每個人 有一個屬於我們 跟你同在的地方 不只是可見的 那也在我們的心中 幫助我們 成為一個實實禱告的人 主 也幫助我們 成為一個神 你所說 你是我的孩子 我愛你 你的禱告 我都知道 我回應 主耶穌 謝謝你 數天的愛在我們的身上 主耶穌 我們愛你 謝謝主 感謝祷告 靠耶穌基督聖明 Amen 弟兄姊妹 請起立 我們這個時間 我們要來禱告 為我們的社區來禱告 因為我們在這一週 社區發生了一個很遺憾的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社區的事也是我們的事 我們現在安靜來禱告 我們請牧師來幫助我們 聖經 彼得前書這樣說 他說 勿要謹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有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 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那次駐班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裡召你們 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兼顧你們 賜力量給你們 弟兄姊妹 如果苦難發生在其他地方 對你來說可能是新聞 但是當苦難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時候 你知道那是真實的 發生在我們社區 發生在我們身邊 甚至你每天走路 運動 路過的每一戶人家裡面的事情 我們不曉得 可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一群得救的人 我們應該成為這社區的光 我們應該把這光照耀拒拒 所以我鼓勵大家 我們可以開口來禱告 為著你自己的生命 為著你的靈舍 為著你每天路過的那一家一戶 獻上祈求 我們求神來幫助我們 可以警醒禱告 戰勝仇敵 因為我們知道 那魔鬼 那仇敵 不能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只能靠著禱告 來到主的面前 當彼得說 我要謹守警醒的時候 你是否知道 他是那樣的悔改 因為他曾經沒有謹守警醒 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 我們來為著我們的下一代 為著我們的孩子們 為著我們的社區 為著你的靈舍 也為著你的家庭來獻上禱告 去來開口 耶穌耶穌 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 讓這個靈魂 可以來歸向你 主啊 真的來求求你 耶穌我們也求你 讓所有的人 他們的親朋好友 在問為什麼的時刻 祝你親自地向他們叩門 因為你就是那生命一切的答案 主啊 感謝你 來安慰這受傷的靈魂 主啊 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 謝謝你 主啊 我們的生命是沒有禱告的 我們怎麼去避兜的仇敌 主啊 求你幫助我 主啊 求你幫助我 來幫助我們的教會 來幫這個社區 來全新 來回轉 來歸向你 來幫助我們教會 祝你安慰的 祝你的祈禮 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 我們讓他們有沒有信主 主啊 求你來 帶領他們的靈魂 來到你裡頭 得到安息 主我們在你面前千悲悔改 求你赦免我們 我們太多的時候 我們只是為了自己的需要來到你面前 我們經過了靈蛇 卻沒有為靈蛇去祝福祷告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在絕望中的人來到教會 可是他們卻沒有在這裡找到愛 主啊 我們悔改 我們求你幫助我們 可以打開我們的鼠林的眼睛 讓我們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 我們既是自由的 我們是靈蛇的 但是我們也是警醒的 我們是禱告的 主啊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的社區 幫助我們的靈蛇 幫助我們自己 主啊 真知道 你再來的腳步近了 萬物的結局近了 你告訴我們說 因此我們要謹慎自首 警醒禱告 主啊 我們禱告不是求自己的好處 若是我們 因為這樣來到你面前 求你赦免我們 求你讓我們真的是 在你面前開口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需要禱告的人 才來到你面前 主啊 我們為著我們的生命 現象禱告祈求 主啊 求你復興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真正配得上 基督徒這個名分 求你復興我們的教會 是我們的教會 真正可以成為光 來照亮我們的社區 主啊 我們的教會 是每一位弟兄姊妹 生命的復興 不是這個地方有多鮮亮 主啊 求你幫助我們 我們的生命可以反轉 主啊 幫助我們 我們在行事為人的時候 我們走在靈蛇面前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把那個盼望 帶給絕望中的人 主啊 雖然當大家關上門 我們不知道每個人家裡 發生了什麼 我們就是自己家裡 發生了什麼 我們就是關上門 不給別人知道 但是神 你都知道 我求你 我求你 真的你的光 可以照進我們的生命當中 也求你賜給我們每個人使命 我們在這世上 我們能有多少年的生命呢 七十年 八十年 我們還能為你做點什麼 主要就像剛才 舒芬老師在正道的時候說的 求你讓我們的口袋裡 不是只有一小小塊金子 讓我們口袋裡來充滿你的恩典 阿爸父神啊 我感謝你 你借著各樣的事情 使我們回轉 又一次來到你面前 阿們 我也求你 你將使命賜下來 你將恩高賜下來 讓我們知道我們在這邊 被你所改變 被你所聚集 是有你從天上而來的意向的 有你的使命的 主啊 求你幫助我們 你賜助班的恩典給我們 你招了我們 你幫助我們 可以承受這一切之後 能夠將送贊歸給你 阿們 主啊 求你親自來復興 屬你的每一位兒女 復興你的教會 也復興我們的社區 阿們 主啊 使我們不容那惡者 在我們身上來誇耀 我們宣告主耶穌 你已經勝過那黑暗的勢力 主啊 若是有人 有任何人 尤其是我們的孩子們 因著這樣的事情 還仍然在恐懼當中 在膽怯當中 在懼怕當中的 主啊 我求你拆派你的使者 拆派属你的弟兄姊妹 属你的孩子 去進入到他們的生命裡面 去安慰他們 去把你的真光帶給他們 主啊 求你使用我們 求你來聽我們的禱告 也求你幫助我們 祷告不停息 奉主耶穌聖命求 Amen 弟兄姊妹請坐下 我們一起為國度來祷告 請 親愛的主耶穌 你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讓你裡面有平安 盼望和喜樂 我們以感恩來到你的寶座前 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論在生活 工作 或實事上 經歷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都能對周遭的環境 可能事物影響 可能更深地信靠你 更深地降伏於你 主啊 你是我們的盘石 依靠你的 你不動搖 求主幫助我們明白 讓你不遵心你的旨意 關注我們 讓你全然献上自己 使你的旨意 可以在我們身上成就 主啊 求你刺下 大大的火 在我們弟兄姊妹身上 使我們憑著信心 一起來手腕禱告 為了你對教會 對這個世代的心意來禱告 我們呼求神的戰權 呼求神國的降臨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在疫情中 對我們的保守看顧 但疫情還沒完全結束 特別在中國 疫情還十分嚴峻 陰邪的門門 祖神特別保守看顧 為我們在中國的 西門 出入平安 免受病毒感染 也特別為那些感染的 病毒的家人禱告 用你一致的恩典 引到他們 讓他們早日康復 主啊 祝你施恩免命 讓疫情止息 祝你一致這地 拯救這地上的百姓 神愛的天父 我們相信 一度我們的生命 有美好的計劃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 找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 被招得了 透過這場疫情 願我們能更深地 認識信靠和經歷上帝 知道只有神的愛 和神的救恩 才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苦難的解決之道 天父 感謝你賜給我們的救恩 賜給我們新的生命 主啊 從你心情裡的惡慮 來廣傳福音 帶領更多 慈善的人 會保護下你 一起經歷你 所賜給我們寶貴 依許的美好 與真實 將一切名謠 珍貴 等貴給你 以上禱告 套靠我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在我們當中 張靖女士 請你站起來好嗎 還有她先生 一起吧 一起的 OK 我們可以就近的 可以跟她握握手 任神祝福你 請坐下 好 我們有幾件事報告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新起點課程 我們有影片 Lex傳道 請你 來為我們說明一下好嗎 謝謝 謝謝 我們TeraGon的安全使用 我們請Lex傳道 來為我們說明一下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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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简单的牧师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其实今天的讲到内容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祷告的心 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来自仇敌的攻击 今天想要主要讲一下一个信息安全的问题 就是大家在现在使用电子设备非常多了 不管是电子邮件也好或者是社交媒体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使用到电子设备的里面 就会有一个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我不知道 我有时候就会收到别人打的电话来 或者是发了一些短信 说你有一个包裹 说你有一个什么密码 说你有一个它要让你去点一些东西 这样把个人的信息 它其实是背后有一些人会盗取你的个人信息 我们通常在这里我想说是有一个警醒的办法 就是叫STOP STOP那就是英文就是stop 对不对 你脑子可以出现一个stop sign 那STOP大概就是说有四步可以做 第一步是stop 你先不要着急着做 先stop有点像这个警醒导罩先停下来 哦这个事情 然后T呢是think 你想想 这个事情合理不合理 对不对 他问你要一个密码 比如说我经常收到是中国大使馆 你的签证护照的问题 还有FedEx你的包裹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属实这种情况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是说STOP 那就到了 O就是observe 就是说你要观察一下 比如说这个人确实是你知道的人 是你的这个context 你知道他给你发了一个信息 让你采取一个行动 比如说点一下这个链接 那你要想想 有没有这个事 好像这个事也属实 然后你可以观察一下 说他发给你的这个东西里边 是不是有一些很奇怪的 不属实的 比如说什么拼写的错误啊 比如说这个图片里面出现的 根本就和你没有关系 也和你所知道的那个人 跟他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观察到有一些是 或真或假的 然后呢 Appeen是plan或者是proceed 就是说你要想想 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通常来讲 这种恶意的连接呢 它会或者是恶意的信息 它会只用各种的办法 来给你制造一个urgency 意思是说 立刻行动啊 你看你的包裹 你看你信用卡的密码 你看你的银行 你看你的护照 你看你甚至有时候 比如说你 你就是这个社交媒体 你的账户被别人黑掉了 它就来追求你 立刻采取行动 打破你这个stop 这个正常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如果你不小心的 那你比如说你就 点入了 它给你的这个连接 对吧 你就点一下 一般的情况 现在手机都是让你点一下 或者是 如果是电子邮件呢 可能是里面有一个附件 就是attachment 你点击一下 我以前也听到过的案例呢 是有人直接会打电话给你说 我是来自Microsoft的这个技术支持啊 你现在这个你的这个Windows已经被侵入了 我们现在就要远程的来支持你 你现在呢就按照我调话里说的步骤 马上去你的电脑那边打开你的电脑 你打开电脑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啊 你已经被侵入了 你现在要按照我说的来跟你做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 他没有想太多 他就说啊已经被侵入了 那我赶紧去我的电脑那边 他也不想想 如果他的电脑都没打开 人家怎么知道他被侵入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因为你有这个urgency 你这个STOP的这一步呢 就被打断了 他就让你去啊 你一听他是Microsoft的 对不对 微软的 我就赶紧 他就把这密码什么什么 然后人家就进来 幸好呢 这个当时这个家长看到这个孩子的举动 有点奇怪呀 接到电话就去电脑那边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他就问他 所以就开始STOP 所以最终呢 还是这个换人没有得逞 所以我们STOP呢 是一个好的策略 那么我们教会呢 用这个Telegram这个社交媒体 其中呢 有很多步骤呢 是可以帮助你呢 去TITAP 就是把你的这个 个人的关键信息呢 隐藏起来的 这样可以做一个保护 但是即便是这样 因为大家还是在社交嘛 因为社交媒体必然是这样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要记住STOP 然后你的手机上 这个Telegram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 把你的个人信息 隐藏保护起来 我过一会儿会后 我会在后边 我可以帮你简单的设置一下 这样呢 你的个人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电话号码呀 还有什么人能看到你的这些context呀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加你吗 还是不能 我可以帮你做一些简单的设置 如果你呢 其实是对这个 IT呢 有一些概念的 YouTube上面 它有很多这些tutorial 就是有一些教程 如果你觉得那太麻烦 你想让我简单设置一下 我一会儿会后会在那边 你可以找我 谢谢 谢谢 请牧师来为我们做 耶稣的祷告 感谢神 我们不管是自己的日常生活 还是属灵生活 都需要警醒来祷告 阿们 那怎么警醒呢 先STOP 停下你现在所做的 然后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领受天上的祝福 我们站起来来主导文吧 这Steve Pastor Steve不来 都把主导文忘了 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全饼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 从天上而来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伸给你 愿耶和华像一样脸 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活着的时刻 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主 来自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 神的爱 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满着地 当神学 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 进入祂的愿 祝福跳舞 扬声万物 万有其心 都要赞美 祂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乐在梦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 敬拜 让美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乐在梦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 敬开 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向神 敬开 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向神 敬开 Hallelujah 请坐下祷告后 结束今天的敬拜 谢谢大家 请坐下祝福